结合各种无障碍设施的 雾兰综合交通中心 将在6月13号正式投入运作 这将是本地第11个 同时也是最大的 综合交通枢纽 陆路交通管理局发文告表示 新的雾兰综合交通中心 将靠近地铁南北线 和汤森东海岸线的雾兰站 以及雾兰临时巴士转换站 以方便乘客换乘 新中心将由交通业者 SMRT管理 里面设有多项更具包容性的设施 包括无障碍的上下车处 设有座椅的优先排队区域 以及无障碍厕所 可供特需人士使用的房间等 以方便有特需需求的乘客 提升通勤体验 另外新中心正式启用后 目前从雾兰临时巴士转换站 出发的29条巴士服务 将有25条转移到新中心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